你能想象到在太空飞船里游泳 有多么享受吗 超大的落地窗 让你近距离感受太空遨游的美妙 可如果你不幸遇到 重力系统发生故障的时候 那就成悲剧了 泳池里的水悬浮在半空中 包裹着女人的整个身体 任凭她如何使劲都难以脱离水面 可此时的男人还在呼呼大睡 完全没有意识到女友正在死亡边缘挣扎 幸好在女人即将置信溺死在水里时 飞船自动修复了重力系统 水又重新落回泳池 女人也因此得救 在不远的未来里 人类进入高科技时代 已经能够实现星际旅行 并开始在外太空建设殖民星球 遨游星际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 阿瓦龙号星际飞船正在驶向 一颗名为家园二号的殖民星球 飞船的速度达到了光速的50% 为了保护飞船不受陨石的撞击 在飞船前方设有能量防护 以保证船舱内的258名船员 以及5000名旅客顺利抵达殖民星球 可就在飞船穿过小行星地带时 一块巨大的陨石净直撞上了飞船 在众多休眠者中 男人吉姆被意外唤醒 他是一名机械工程师 AM系统告诉他 120年的太空旅程即将结束 再过4个月便能抵达殖民星球 这让吉姆非常开心 美好的新生活即将到来 可他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除他以外在没见有人苏醒 飞船的大厅空空如影 乘务室也不见人影 紧接着他又来到了剑桥上 虽然他身份不服进不去 却依然能透过小窗看到 这里也空空荡荡的 强烈的恐惧感涌上他的心头 偌大的阿瓦隆号 只有他一个人醒来 原来飞船才航行了30年的时间 距离抵达殖民星球 至少还需要90年的旅程 吉姆难以接受这样的事 他打算向地球总部发送求助 可消息要发到地球上 至少需要19年的时间 他最快能收到回复 需要55年的漫长等待 身为工程师的他 立刻找来了工具箱 尝试着修复休眠仓 可不仅没有修好 还差点把自己给活活憋死 他又动用了大量的工具 想要撬开乘务室的大门 同样以失败告终 心灰意冷的吉姆在路过酒吧时 无意间发现了一个活人 他兴奋地跑过去打招呼 没想到只是一个AA机器人 在和酒保聊天的过程中 吉姆突然灵光一闪 一想到自己可能没命活到目的地 还不如好好享受余下的人生 于是吉姆撬开了高级会员的套房 吃着顶级的美食 然后把飞船内的娱乐设施 全都玩了个遍 可疯狂的娱乐消遣过后 吉姆却感到无尽的空虚和孤独 吉姆站在舱门外放眼望去 宇宙的景观是如此的宏伟且深邃 相比之下自己是多么的渺小 他在宇宙中漂浮着 感受浩瀚的宇宙带来的震撼 他想过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可他没有足够的勇气 他渴望有人陪伴 就在吉姆不知所措的时候 一个休眠舱中的女人引起了他的助力 女人名叫罗拉 是一位知名作家 他想要认识罗拉 吉姆内心的天使与魔鬼疯狂兑现 最终在寂寞与恐惧的驱使下 他还是唤醒了罗拉 看着罗拉从休眠舱中醒来 吉姆迅速跑回了房间内 他努力压抑住自己的情绪 然后假装与罗拉在大厅中偶遇 并谎称两人都是被提前唤醒的 吉姆告诉罗拉 距离抵达殖明星球还有89年的旅程 得知真相后的罗拉彻底崩溃 他尝试着想要回到休眠舱中 可吉姆说休眠舱只能维持休眠状态 无法让他们进入休眠 罗拉只能接受现实 他开始尝试着与吉姆相处 罗拉告诉吉姆 自己原本打算在殖明星球 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再重返地球 250年后的地球肯定会焕然一新 而吉姆只是以工程师的身份 用着特价票登船版 他要在殖明星球打工半辈子 才能还清这趟旅程的费用 罗拉看着吉姆如此可怜 就帮他打了一顿高级的早餐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他们想办法打发时间 他们一起看电影 一起打篮球 孤男寡女在宽敞寂寞的飞船上 无所事事 两个孤独的灵魂逐渐靠近 在这深邃的宇宙中 填补彼此的吉姆 他们穿着宇航服跳下飞船 漫步在浩瀚的宇宙中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独特浪漫 当飞船来到了明亮的大脚星附近时 刚好这天正是罗拉的生日 吉姆想借此机会向罗拉求婚 可当她准备好戒指来到罗拉的身边时 却发现罗拉有点不对劲 原来罗拉从酒保的口中得知 自己是被吉姆故意唤醒的 她原本可以不用遭受这一切 罗拉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爱人 竟然是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 两人的关系也因此到达了冰点 吉姆尝试着用各种方式向罗拉道歉 罗拉始终避而远之 罗拉甚至趁吉姆熟睡的时候 狠狠地抱揍了她一顿 为了讨好罗拉 吉姆费尽心思在大厅内种了一棵树 罗拉许久没有亲近大自然 她心情终于好了一些 就在两人关系还处在冰点的时候 飞船的系统发生了严峻的故障 餐厅的机器开始失灵 疯狂将食物往外喷 吉姆乘电梯时 电梯突然发生故障停在半空 就在吉姆费尽力气终于脱困时 一个陌生的声音传来 两人不约而同跑到大厅 此人正是船长 吉姆解释了目前的状况 船长使用权限 他们能够进入舰桥 可奇怪的是系统查不到故障数据 他们只能去手动检查整个飞船 伴随着飞船故障不断加重 越来越多的设备开始失灵 船长竟然开始咳血 失眠的罗拉独自在泳池里散心 就在此时飞船的重力系统发生故障 整个飞船停止旋转处于失重的状态 还在睡梦中的吉姆和船长 悬在了半空中 罗拉则被水包裹着漂浮在空中 无论怎么用力都无法脱离水面 还好系统自动修复了重力故障 飞船里的一切这才恢复正常 罗拉也免于溺水 三人赶去控制室查看情况 根据系统日志 船长发现两年前飞船就发生了故障 而吉姆就在那次故障中被意外唤醒 如今飞船故障频发如果不尽快修复 飞船将毁灭在这浩瀚的宇宙中 为了查出问题所在 三人来到主工程区 可船长突然晕了过去 经过医疗系统的检测得出 船长因为休眠舱的故障 导致他的多处器官衰竭 无法医治时日无多 大受打击的船长沉默地离开了这里 没过多久飞船再次出现问题 船长在临终前将身份手环交给吉姆 希望他可以尽全力修好这艘飞船 拯救所有乘客的性命 随后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二人还没从悲伤中回过神 飞船再一次陷入黑暗中 二人来到核动力装置控制室 发现核反应堆的控制系统早已损坏 吉姆找到了备用的计算机模块 让计算机恢复正常运行 救生反应堆的排气问题还没有解决 但他们无论怎么尝试依然没有效果 原来是外门被卡住了 必须手动开启 情况十分危急 如果问题没能解决飞船很快将爆炸 吉姆换上了宇航服决定独自前往 此时罗拉已经放下了对他的恨 希望吉姆可以平安归来 短暂地告别后 两人各司其直 罗拉守在温度不断攀升的飞船内 等待吉姆开门后开启通风 吉姆已经成功来到了飞船外 他用螺丝刀打开了排风门 可他却发现必须一直卡着开关 才能让排风门一直处于开启状态 吉姆毅然决定留在这里 身上的宇航服和手上的防护板 是他最后的希望 罗拉根本不忍心下手 一旦自己给反应堆通风 就意味着吉姆要被烈焰吞噬 此时情况已经十分危急 可反应堆随时可能爆炸 吉姆在对讲机另一边不停催促 罗拉强忍痛苦拉下了闸门 一时之间熊熊烈火直奔吉姆而来 巨大的冲击力直接把吉姆推向了太空 宇航服上的连接绳也断了 可反应堆成功降温进入重启程序 吉姆在太空中不受控制的越飘越远 在他即将被发动机的火焰化为灰烬时 吉姆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利用丢出防护板的反作用力 让自己脱离险境 但是宇航服受损开始漏气 罗拉以最快的速度穿好宇航服 朝着吉姆义无反顾地跳过去 可连接绳长度不够 她与吉姆失之交臂 在吉姆飘得更远前 罗拉抓到了吉姆的绳子 将他成功救回了飞船 放进了急救舱 系统诊断吉姆已经死亡 利用船长的身份手环开启授权后 系统开始采取一系列急救措施 终于让吉姆恢复了意识 罗拉喜极而气激动地抱住了他 两人为船长举行了简单的太空葬礼 吉姆发现指挥舱有一项 暂停所有星辰代谢的功能 约等于休眠舱的作用 只够容纳一人躺进去 他想为自己犯下的错负责 希望罗拉可以继续休眠飞往殖民星球 罗拉却拒绝了 选择和他一起留在这里 并接受了吉姆迟来的求婚 88年后飞船即将抵达殖民星球 所有旅客和机组人员纷纷苏醒过来 在飞船大厅里是两人创造的全新世界 冰冷的机械上绿意盎然鸟语花香 虽然他们没有抵达星际旅行的终点 但他们在此携手度过了幸福的一生